瑞芳国中这几年不论是在学业上 或是体育运动的表现都有目共睹 也让人看见偏乡学子的出色表现 但是有些学生家里环境较辛苦 常常需要靠外界的资源来协助 身为校友之一的新北市 永福狮子会会长简文亮 为尽一己之力 照顾瑞芳国中的学弟妹们 特别号召其他师友一起来校园送爱心 我们这些小孩吃饭的方便会吃得比较好 一直说本来是我们四大超商人都说午饭 而且也照顾瑞芳说午饭 这些小孩吃得比较好 不然就会去水康 水庸区我们的正续文化会 找了我们两家瑞芳桥头的烧辣便当店 搞定照顾瑞芳的 还有古早会便当 很感谢永福基金会捐赠我们衣服和便当 让我们寒暑假有午餐可以吃 然后也有很好的衣服可以穿 有些学生家里经济困难 三餐常常随便吃 容易造成营养不均衡 永福狮子会特地设立真幸福保卫站 长期提供学生每天日常的晚餐和假日午餐 另外还捐赠体育班100件运动T恤 让学生身穿舒适透气的运动服可以好好的进行训练 瑞芳区永福永远幸福的真幸福保卫站 这个吃饱的意思 希望能够让他们 除了我们政府有这个幸福城堡 然后中午还有午餐的补助以外 我们希望他们回家或者假日 还是持续有这个餐饮的服务 有些还有饭吃 所以这次非常感谢 施子会能够有这样子一个爱心 那非常的感谢 那真的特别感谢 我想刚刚有提到我们30B1区 其实这一区 我们总监这一区不是他的本命区 他的服务区应该不在这边 但是可能是同学的关系 还有他们我们施子会的爱心的关系 我们愿意跨区来到我们这个偏向来服务 但是我想也借这个机会 跟各位师兄嫂报告 那个我们中央国中的学弟妹 也不让大家失望 我们这将近10年来 我们在我们王绿林校长的带领之下 我想我们除了学业成绩 我们旅游展望 我们在各大高中 都有看到我们的学生能够考得上 那尤其我们的体育班 我们包括我们的拳击 包括我们的棒球队 我们其实在每一个场域 都有很好的成绩 永福狮子会会长在致辞时也表示 从瑞芳国中毕业近40年的时间 如今有些能力可以来回馈母校 善尽十字会的社会责任 真的格外感动 说到激动处还红了眼眶 场面十分温馨 谢陈威 瑞芳采访报道